各位南大乡亲,大家好,我是藏理官 欢迎收看今天的七月十四号的南大新闻 南大管政区尖队到水利宿 将会在超顿来开关交水谈人工国的计划 当年来的各地方为了处理土地三省政议 所以特别基盘到处理用地计划的夹条会 要请水利宿作为来讨论 尖队到所有地的既民和人民所需要的保障 继续欧修过几个地方的条件来进行协讯 朝处谈人工五工厂 为了超顿来严丰严丰丘到各地六号当超顿交流到一间 以及能用到165公斤的所有土地 不仅是在协议价格改变 之前当地基民和水利宿几个和协调都没有结果 为了收好官民困扬 南老管政府今天是邀请当地理党 土地所有困扬 主教会先完以及兵役代表 跟水利宿上官单位作为来进行协调 十几年来 大家都知道在那里要做水利宿 那个地理一定很小 用那个地理很小 我感觉对我们黑区里面的所有人真的不公平 我想我们水利宿一定要尊重 我们这个资教会大家成员的意见 该地理我想都多一点补赏 我相信这样老百姓才能够接受 我们水利子不要一直坚持一个原则 如果征收的价格太低的话 会担任到整个征收的计划推动 会中主理宿官员和东地龙虎 是分别提出意见 并在关注各议会 共同协作之下 将他得到初步的共赏 我非常感谢县长能够召集这样子的一个协调会议 那民众的信声我们都有听到的 那初步我们是建议这样子的 由我们水利署 中区水经局来委托专业的单位来进一步来做 协议架构的这个价格的评估 主理宿中区追逐官局成龙 他们的约楼公开交标 委托不动三国家的专业单位 进行架架的评估 但若评估结果出来之后 就能顺利来进行协议架构的部分 记者贤士仓报道